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怎么样提高皮肤的质量 而且尤其是对那些有皮肤有痘痘的情况 有哪些要注意的 我前面刚讲过,以及再简单重复一下 皮肤护理的基础是保湿防晒、清洁、抗飞老、抗痘 所以我这次出差呢,带了主要这三种基本产品 这里面实际上是CeraV的润肤霜 然后这个是防晒的,这个是我用的Tretinoid 还有一个洗脸的,我现在拿不过来了 好,现在基础的都说了这些涂涂抹抹这些东西 但我们前面一直都没有说的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外浮不如内浮 这就是说其实食疗比很多在皮肤上动来动进的都要更有用 你们知道有哪几种食物对长痘痘特别特别的不友好吗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痘的话 这两个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奶制品 其实奶制品我们以前都觉得我多喝一点奶 身体长得更壮一点 然后尤其补钙 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时的看法了 因为钙可以从很多植物中的植物园的钙来摄取 而且越来越多发现牛奶里面能够促进一些生长因素的一些的摄入 这样反而对在成年以后的人 包括是一岁以上的人就叫已经是过了最初需要喝奶的那个时期的人 都不见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奶制品专门有说明是对促进皮肤长痘痘有额外的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经常长痘痘用了各种措施都不是特别管用的话 你要看一看你自己的饮食结构里面 你是不是喝牛奶喝的很多 包括酸奶酸奶有它的好处 但是在奶制品这一类里面它也是奶制品 然后还有在美国奶酪比较多 还有就是你喝咖啡的时候加了很多奶 那些都是奶制品 所以那个地方要慢慢的开始转换 有很多办法可以转换成植物类的奶制品 比如说生儿奶啊 还有那种叫做Oat 就是燕麦片的奶 还有包括豆浆都非常好 第二点 食物上你要注意的就是糖 糖这个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戒糖的话 所谓的戒糖就是戒掉那些添加糖 和那种已经别人加工过的糖 这包括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吃一袋什么饼干 饼干里面它肯定要加糖 你要看有个东西都要看后面的这些产品的里面的各种ingredient 就是成分有没有糖 有没有是额外加的糖 这是一种非常大的糖的来源 就是通过这种加工食物来的 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吃这种糕淀粉的食物 比如说食物 比如说土豆你要是吃了很多 尤其是包括吃那种土豆片土豆 叫做french fries在美国这种土豆条 这些尤其是非常不好 它们是高糖然后高糖的吸收 所以这些东西是要一定要戒掉 我现在都不说是要减少是要戒掉 但是戒掉过程是可以有一个过程 这怎么办呢 你就是要想 好比如说我喜欢喝咖啡的时候 喝咖啡的时候 加点奶加点糖 这时候你就想 那我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奶换成植物奶 然后把这个糖变成一些有糖味的东西 比如说加一个一片水果 或者是加一些不是那么甜的 或者是减量 慢慢一点减量下来 像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是要喝一杯咖啡 我喝的是去咖啡因的decaf black 就是说黑咖啡不加任何东西 而且是不加咖啡因的 因为我本人喝咖啡的情况 如果一旦有咖啡因多的话 我就会上厕所上的比较多 早上上班什么都比较忙 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来回跑厕所 有点偏题了 但是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来减低你的 加的增加的这种 simple sugar 就是这种简单的糖 这个时候就说到了另外一种糖 就是好的糖 就是说各种水果和蔬菜里面的糖 比如这次我来开会生活方式医学 只要讲究整全植物为主的打底的食物 叫whole food diet 这里面的糖 比如说苹果非常甜的 还有新鸿饰也是有一点甜蜜的 甜蜜的我那儿有一个大的苹果 待会儿我就要马上就要去吃 所以这些糖是可以吃的 这是对你身体非常好的 所以如果要抗痘的话 两个饮食上要注意的 一个是糖和奶 好 准备 然后黄霄 scholarships